各位旅行者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游戏频道 我是爱元神 今天我们将深入剖析最近复刻的 被誉为夏日季的女王 稻妻记忆最精湛的烟花专家 萧宫的角色攻略 本期将详细讲解萧宫的技能机制 装备与养成相关队伍搭配 萧宫是一位周期爆发的火元素输出型角色 他能通过元素战技连续发射赤焰剑 造成火元素伤害 也能通过元素爆发标记敌人后离场 配合队友攻击造成火元素伤害 技能分析天赋加点 普通攻击 9加元素战技 9加元素爆发 6加 萧宫的主要输出手段为 释放元素战技多的火元素伤害普攻 其伤害主体取决于普通攻击的等级 其次才是元素战技 因此推荐优先升级普通攻击的等级 再升级元素战技 最后根据自身材料需求 可以选择性升级元素爆发的等级 1 第一 4段普攻造成两次伤害 其他段数造成一次伤害 每轮完整普攻造成7次伤害 2 普攻整体连设手感丝滑 第五段 最后一段 普攻倍率最高 推荐输出时打完一整套普攻 3 由于萧宫推荐尽可能的打完一整套普攻 所以推荐配合护盾角色 保障普攻输出时不被敌打断 提高输出容错率 4 萧宫的普攻存在后移现象 距离稍远时 将导致普攻无法命中敌人 N在每轮普攻结束后 需要通过点按冲刺键来调整站位 搭配班尼特时 需使萧宫在其元素爆发领域内 避免出圈 1 中级具有二段蓄力机制 但想要与其他二段蓄力射箭角色 如甘雨 提纳里 林尼等 相比 萧宫的二段蓄力倍率略显不足 并不作为主要输出手段 2 二段蓄力射箭的三枚燕销时 遵循常规附着规则 普通攻击是萧宫的主要输出手段 等级的提升 可以带来可观的伤害提升 推荐优先升级 1 释放战技后 普攻将造成火元素伤害 该状态下的普攻命中敌人 将产生一颗火元素为例 冷却时间两秒 2 战技对普攻的提升 是战技中的提升倍率 直接与普攻倍率相乘计算 可是做一个特殊的独立城区 具体伤害结算方式 可看下方内容 3 普通攻击造成的火元素附着均为肉火附着 一元素量 9.5秒 遵循常规附着规则 常规附着规则 同一模组的攻击在命中敌人后的2.5秒内 第1 4 7 次攻击 右车每间隔两次攻击 对敌人施加元素附着 4 该状态下的普通攻击不具有快罩机制 5 消攻可以获得班尼特六命的火伤加成 也可以获得坎蒂斯元素爆发的普攻增伤 即可获得增伤加成 但不会受到元素附魔效果影响 6 释放战技后的普攻 依旧属于普攻伤害 不属于元素战技伤害 1 技能的整体倍率并不高 在整体输出中战比较小 可最后升级 2 元素爆发的施放攻击 命中敌人时将施加强火元素附着 2 元素量 12秒 后续流经火光的火伤 施加弱火元素附着 3 该技能具有较小范围的爆炸伤害 如果想要运用该技能配合 造成群体伤害 推荐搭配巨怪角色 如温迪 风源万叶等 4 队内角色的攻击 无法对敌人造成伤害时 不会引爆流经火光 如莫娜 神里灵华的下潜冲刺 巴巴拉战技的水环 行秋环绕自身的羽连剑 处于无法受伤状态下的敌人 神渊法师 神渊使徒等 开启免伤护盾时 故有天赋讲解 1 故有天赋 一锈火白锦图 该天赋的火伤加成 将直接显示在角色属性面板中 2 故有天赋 2 研究风物师 在当前的诸多配队中 小宫是队内的主要输出角色 其他角色 多为辅助 负C 虽然可提高行秋等 这类攻击倍率的负C角色 但效果一般 3 故有天赋 3 颜色配比法 锦销工具有该天赋 卡维的固有天赋 3 是返还景观 剑竹 庭院类摆剑的材料 以上是技能解析部分 来新雨响的触发概率 设定在45%到50之间 其主要影响 源于触发雨响效果的那一次剑矢 触发了 蒸发反应 使得此处雨响四剑的效果 要高于追忆四剑 而一旦雨响的触发的剑矢 没有触发蒸发 将会使整体伤害期望下降 整体与追忆四剑相比 为5%左右 当前 销工主要选择来新雨响四剑 追忆之助连四剑 作为毕业套装 两者的整体循环伤害差别不大 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追忆副本的另一产物是绝缘 雨响副本的另一产物是陈沙 副本性价比而言 追忆更高 使用来新雨响四剑时 由于四剑套为概率触发 使得在蒸发队伍中 其表现的增益效果并不稳定 原因在于 不能保证每段触发蒸发的普攻 可以稳定触发四剑套效果 进而蒸发率 蒸发伤害占总伤害的比值 降低 雨响四剑套的效果 可以获取班尼特的攻击提升 雨云锦的飞云骑阵 加成相加计算 搭配追忆支柱连四剑时 通常为每三到四轮释放一次元素爆发 另外 即使每轮流失15点能量 也会出现 飞雷之闲阵缺失一层的现象 可考虑先手开大 消攻吃球 回能至15点后再输出的方式 此外 破魔之弓需要保持满能量 更多可考虑 选择雨响四剑 雨响四合追忆四 并没有明显的高低之分 追求上限 可选择雨响 但蒸发队中的总伤害 并不稳定 追求稳定高 副本高性价比 可选追忆 但搭配部分武器时 需要调整手法 两种套装搭配 整体差距在5%以内 根据自身需求 综合考虑 消攻珍爱党 可各刷一套 当前版本 并不推荐在考虑逆飞的流星四剑套 性价比不高 且与雨响 追忆存在一定差距 搭配 弗宁娜 10 也可选择主引猎人四剑套 此时暴击率 至多为64% 猎战放玩法中 不推荐考虑选择世金之梦 乐园一落之花等套装 收益不高 仍以自身火伤为主 中期过渡 可考虑各种散搭 但更多是在刷取式占用 能凑出主词条匹配 副词条并不是很差的雨响 追忆四剑套时 则考虑装备四剑套 前期过渡 可考虑战狂2 加5人2 或5人4剑的搭配 命之座讲解 一命 延长流星火光的持续时间 从越来5次伤害 增加至7次伤害 消灭敌人时 获得额外攻击力加成 但在面对BOSS或单体敌人时 该效果将无法触发 且给予的数值较低 提升较小 二命 火伤攻击暴击时 获得额外火伤加成 显示在面板中 对于需要叠较高暴击 攻击频率不低的消攻而言 该命座基本可以稳定出发 上述二命提升计算了暴击率的影响 在高暴击率后 两命的提升幅度要更高些 四命 减少消攻的战绩冷却时间 在大部分队伍中 主要是周期性循环输出 解锁该命座前 在战绩冷却时间内 通常切至其他负C 辅助角色 施放技能 产生增益效果 使得并不太需要 消攻的战绩CD大幅缩短 而持续输出 该命座的价值 更多是利用CD减少而优化输出手感 连击时也有不错效果 六命 提升最大的命座 额外赤燕剑仍属于普攻范畴 与原本的普攻 共享常规附着规则 在蒸发玩法中 会出现额外赤燕剑 触发蒸发 导致普攻最高倍率的尾剑 没有触发蒸发的现象 所以解锁该命座后 可多考虑存活玩法 总的来说 除六命外的命座 提升都比较一般 非真爱党 不推荐考虑专门抽取 其灵命 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输出机制 如果是消攻真爱党 愿意为其抽取命座 推荐以六命为目标进行抽取 解锁消攻的火焰加特灵玩法 以上是命座解析部分 总结一下 技能升级 优先升级普攻 其次元素战技 元素爆发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可不升级 武器选择 优先飞雷之闲阵 攻藏 其次是五星武器弱水 东级白星 天空之翼 攻藏低于金三 可优选五星武器 破魔之弓 选择鱼想四剑 高性价比 可选弹弓 胜移物选择 毕业套装 是来星鱼想四剑 追忆支柱 连四剑 终其过度可散搭 此挑选择 优先攻击杀 火伤杯 双爆头冠 蒸发玩法 可将元素精通 堆叠至100到220之间 命作提升 灵命机制 较为完整 真爱党 可以二 四 六命作为目标抽取 以上 就是本期 宵宫角色攻略的 全部内容啦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对宵宫 或其他原神游戏 角色 有更多疑问 别忘了点赞 评论 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冒险愉快 把所有烦恼都赶走 都赶走